欢迎来到Leon Campbell van 大家好 今天主要分享Message V80这个异形房车 今天主要是介绍这个沙发 就是我们从车进来就可以直接看得到这个对卡座沙发 这个沙发我们是有带有标准的安全的这个 然后还有我们之前有讲过它的锁是直接锁在车身 它的锁的标准跟原厂车的标准一样 我们是直接是采用那个14号跟原厂一样 直接是锁在那个车身 所以说它的安全系数绝对够 这个塞标的部分 因为发生车祸或者是摇晃的时候 相撞的时候这个这个塞标就会产生那个保护作用 这个对卡座我们设定四个人 所以说它都有各自带有那个塞标 安全系数是绝对够 然后这个这个餐桌可以收起来 因为它这个是坎路式可以收起来的 收起来之后这个沙发可以变成一个床直到前面 直到前面可以变成一个床 180公分乘以120可以睡一个大人 就是如果有客人 客人来过夜也可以在这边临时一个沙发床 这个是B型房车里面比较特别的能做到这个对卡座 因为B型房车空间有限 所以说要有一个对卡座的沙发椅子相当困难 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车的空间往前 移到最前面 所以说这个变成一个对卡座 然后还有这个椅子也可以翻转成像面向 跟Driverside一样面向前面 也可以翻转成面向前面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比较大的特点 B型房车已经很少人会做到这个对卡座 大部分对卡座只会出现在那个4型房车 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变成一个独立的Living Hall 上面有那个Android TV 这边可以泡茶聊天 晚上的时候有客人过来过夜也可以变成一个沙发床 还有下面这边我们会装有两个 这个煎炒 这个是国际插220 还有这个是还没加上去 这个是USB 两个插头的USB 所以说在这边办公 插电脑办公都很方便 还有我们这边有放两个被炒 放水放手机动相当方便 然后这边直接过去就是窗户 把这个隐私窗户也有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来到我这个Learn Camper Van参观 谢谢